无论你是一名新手宝妈,还是一位养大了两名宝宝的母亲,在育儿这个漫长的过程中,有很多错误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犯下的,太容易掉进育儿误区了,来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存在这些错误吧? 说不定就躺枪了,误区一,固定宝宝的睡眠姿势,很多宝妈听说宝宝睡觉时后,测试睡容易造成偏头,但是浮水更加危险,容易造成孩子窒息,所以宝妈们每次都是等孩子睡着后,轻轻地将宝宝放下,然后摆正他们的头,并在头两边用小枕头抵着,认为只有这样宝宝才会安全,no这是错的, 正确方法,宝宝出生时仍然保持着他内滑式睡眠的姿势,下次之前区,为了帮宝宝铲到中燕镜的一些水和粘液流出,通常,在宝宝出生后,24小时以内,仍需要宝宝采取低侧卧位睡眠,但是,长期采用侧卧的姿势,会理宝宝的头部扁平,因此在宝宝睡觉时,因经常帮助他翻身,保持睡觉时一段时间左侧卧, 一段时间内平衡,再然后可以右侧卧,这样不但安全,也可以让宝宝投行标准,不过要注意的是,宝宝吃奶后切记不要让睡,以免突然抢到气管,宝宝左右侧卧时,要当心不要把小儿耳廓,腰向前方,否则耳廓经常受折叠也易变形, 宝宝腹卧时,一度观察宝宝状态,以免造成窒息,无区二,宝宝发伤了要乌汗,不知道从哪传下来的说法,觉得孩子发烧,要镀盖被子,要乌汗,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,宝宝发伤了,如果还继续乌汗,身体将会快速脱水,严重害会导致宝宝腺门凹, 落下神经系统的抗疑症,其实宝宝发伤最可怕的不是高热,而是快速大量出汗导致的脱水,这才是最危险的情况,宝宝小,身体内水分本来就不多,武汗会让孩子在短时间出大量的汗,同时补充水分不及时,就导致脱水,脱水严重的会导致脑细胞脱水,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,只是永久性损伤, F.O.宝宝发伤超过38.5可以吃退烧药,不去三,宝宝枕凑就是缺盖,盖是人体骨骼力不可少的元素,所以,家长们总是担心宝宝缺盖,影响身体,枕凑,缺盖,出汗多,缺盖,头型不好看,缺盖,走路完,缺盖,很多家长会把这些原因归咎于缺盖,可是,盖也想说,这个我,我不被, 其实,整出大部分孩子都会有,宝宝可以自由转动头部时,左右的摆动会摩擦掉接触的头发,这也是正常的现象,出汗多可能是给宝宝穿太多,后盖太厚了,适早减少衣服,宝宝出汗的情况就会缓解,头型问题更可能因为睡觉姿势不对,或长期保持一个姿势所致,而走路早晚跟宝宝个人有关, 就像长牙一样,宝宝们都是有差异的,并不一定是缺盖所致,误区次,宝宝烫烧用牙膏,面对烫烧,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给宝宝吐牙膏,但这样的做法,真的能让宝宝好得快一点吗? 不,正确的处理方法是,冲,脱,泡,盖,送,首先立即用自来水冲洗,持续15到30分钟,如果宝宝的伤口处有衣物覆盖,您充分泡水后再小心脱掉衣服,避免撕裂伤口,或者用剪刀将伤口周围的衣物剪掉,便于处理伤口,然后再将烫伤部位在冷水中浸泡,直至没有灼热的疼痛感, 不去无,耳朵进水了用棉签,有的妈妈给宝宝洗澡,洗头发,或带宝宝游泳时,都可能会不小心导致耳朵进水,遇到这种情况,宝妈们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,是用棉签给宝宝把耳朵里的水吸出来,no no no,不能用棉签来淘耳朵,这样很可能会把水带入更深的位置, 耳朵进水后,棉签坚硬的顶端,特别容易滑进内耳耳道,引起耳朵发炎,甚至刺杀虎膜,小宝宝耳朵非常敏感,如果拿棉签掏耳朵,可能不会十分配合甚至哭闹,所以这样做十分危险,宝宝耳朵进水后,应该这样做, 一,先用干的毛巾或纱布,把宝宝耳朵内耳朵的水全部炸干,然后再轻轻地将干净的棉签放进宝宝的耳朵里,但不要把棉签使劲而往里面栽,二,让宝宝的头像入水一侧倾斜,让棉签自动把水吸出,等棉签潮湿后,就将它拿出来,不去,添加腐蚀后不喝奶了,很多妈妈认为,腐蚀就是宝宝的一顿饭,开始吃腐蚀了, 就可以减少喝奶的量,甚至有些宝宝在一岁半时就几乎不再喝奶,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,宝宝在一岁半以前,乃是宝宝的最主要营养来源,三岁前的宝宝,每天至少三分之一的能量是通过奶来获取的,奶精奶制品中的钙含量丰富且吸收率高,是儿童钙的最佳来源,所以添加腐蚀后,宝宝每天仍是顺 加入足够的奶量,FO,6到12个月的宝宝,每天要保证800毫升的奶量,一岁以上,每天不少于400至600毫升的奶量,有些时候,妈妈们会根据自己的一些习惯来带娃,但是其实都是不对的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